我喜歡的 感覺我要 好可愛喔 好喜歡喔 我的天啊 哈囉!Ginni 之前呢我很想去韓國、日本拍那種店員幫我搭 可以順便帶大家逛街是不是很不錯 今天呢我就想說我來找一間從來沒有逛過 新店的玉龍城 我看了一下 這邊很多品牌都是我的菜 應該蠻好的Shopping的 順便抓一個店員來幫我搭衣服 或者是飾品之類的 然後我今天給自己訂了一個預算 我想說大家可能領薪水的時候 或是每個月你要購物 都會有一筆預算嘛 不可以超過 今天的預算訂 6000 預算6000元 不可以超過 都包含吃 喝 玩 買 好啦那我們就出發囉 GOGO 然後我現在第一站非常餓 我要先來吃東西 很多東西吃耶 哇 欸這裡很有feel 很不像在台北耶 對啊很漂亮 選了印度烤餅 你要配這個 咖哩醬 我們還另外買了乳味 想吃菜 然後還有豬血糕 蘑菇高麗菜 現在是78元兩人份 炒餅一份是65副咖哩醬 蘑菇的店員問我要不要加辣 我說不要 沒關係 他說我們的辣椒好好吃喔 我說那要一點點 很香耶 這加乳味很可以 它辣椒很好吃耶 這加乳味居然是順程蛋糕的乳味 滿香的 但是一般外面豬血糕吃起來那個香氣 跟一般的乳味不一樣 有個香味 天啊 順程蛋糕是被蛋糕耽誤嗎 蘑菇很好吃 蘑菇一定要點 咖哩菜很好吃耶 真的是印度咖哩 很濃的 跟日式的完全不一樣 一吃你就知道是印度口味的 它的咖哩是香料味非常重的那種 入口的味道不會很充足 可是就沒有那種水果清香的感覺 每次逛沒有來過的來過公司 我都喜歡從最高樓 開始往下慢慢逛 但還是這樣嗎 這裡有天好運耶 服飾店 QHouse 沒有逛過QHouse耶 也有葬壽司耶 還有我的愛牌 Creenshot 我今天穿Creenshot來逛Creenshot 應該很合理吧 這間是我的菜 可愛喔 很Q耶 這種網紗的外搭 配黑色很好看耶 Creenshot真的很好逛 而且我覺得他們家是越來越好逛 越來越多我的菜 我覺得等一下可以請店員幫我搭 然後我自己也來搭個幾套 但是我現在已經被這一套吸引了 我想要穿這套 這件也是我的菜 就這種袖子有抽繩設計的 我家露營風 喔~~ 來看一下我今天的OOTD 我今天也是穿Creenshot喔 這個外套超級可愛 它是有點立體小撲撲 裡面就配了一個亮衝感覺的內搭長袖 裙子也是那種網紗感覺的 裡面真的很可愛 而且這個裙子是 我覺得一年四季都可以穿 很適合聖誕節 超可愛的 好可愛耶 我現在有鎖定一個店員 然後我直接問他 幫我搭個幾套這樣子 好 OK GO GO 不好意思 想請問妳可以幫我搭個幾套衣服嗎 嗯 妳想要找什麼樣的款式或風格嗎 都可以都可以 就是妳幫我自由發揮 然後搭妳覺得好看的我都OK 隨意 隨意隨意 或是賣得很好的也可以 妳隨便發揮 那我想想 好妳想想妳想想 感覺很有想法喔 感覺走很快 拿好了 好 那我先放下這個 好好好 就裡面想要先搭一個高零 外面這個就是賣得很好的 嗯 前短後長 對前短後長 好的 下身 下身選了一個坑條裙 就跟貿易有點呼應的感覺 好 然後都是黑白色 然後這樣就會讓裡面內搭很亮 OK 如果要出國的話 就可以配一個很薄的外套 可以這個蓬蓬暖暖的 好 來了 第一套 第一套穿起來 很修長耶 而且我覺得很修身 對 整個人很長 對 變瘦的感覺 這幾年真的超級流行這種 有領子設計配拉鍊的毛衣 然後這件我覺得是台灣很適合 因為它的厚度不會這樣太厚 輕輕軟軟的 有點小臉子的造型就很可愛 然後裡面這件超級軟綿 我剛才一穿出來 我想說哇 好細綿 有一點末代爾綿的感覺 這個Q度非常好 配這個焦糖色很漂亮 然後他幫我搭了一個燈心絨的 中頸長裙 後面有個小開叉 比較好走路 這就是你日常去哪裡都很好出現的那一套 第二套 第二套幫我搭了也是一個大地色系的 怎麼辦他們家的帽子 很厲害耶 這筆帽子我也很喜歡喔這種 這個材質很像都會出現在圍巾上面才會有的 蓬蓬一顆一顆線圈毛球的感覺 顏色有點灰可可的感覺 這一套他幫我搭了也是這樣 被搭高零然後配一個薄的真摯外套 再配一件外套 洋蔥式搭法 上身都是這樣比較短板的 配一個短褲 比較日系凌駕的感覺 我冬天的時候很喜歡穿高零 我覺得薄高零很好用 這個我覺得比剛才那一件再密一些些 再厚一點點 它是有點渲染風格的 欸等等耶 我覺得這樣旅行蠻方便的 嗯 好看 拍照也好看 短褲的話是比較蜜桃絨材質的 滑嫩嫩的那種 秋冬適合的 有口袋 配上一雙靴子就可以出門啦 也是一個日常鄰家風格的穿搭 欸給你們看我剛才發現 這個帽子上面是有這個小金褲啦 是不是很有質感 大頭也可以喔 因為我就是大頭 這頂非常棒 第三套 第三套店也幫我搭了一個我覺得很骨濁的 然後他剛才一直問我說 這套你可以嗎? 你有喜歡嗎? 我說沒事 什麼風格我都可以試試看的 怎麼樣 這樣嗎? 我覺得很可愛耶 日系骨濁 不一樣 對 可是我蠻喜歡的 對 很可愛啊 穿起來很有感覺 然後這件是深紫色配 綠色的一些小花紋 上面有花朵 然後我身高168 它是有蓋到我一半的屁股 這件的厚度就是 標準冬天才能穿的厚度 然後我很喜歡它上面這樣 混色有沒有 紫色、藍色、綠色的毛 我剛才摸過 戴上了這個我今天非常有興趣的帽子 我覺得可以把上面這個拆丟 它的耳朵可以這樣 有沒有很可愛 很Q 怎麼辦? 很可愛的啊 今天三套是高零耶 我非常喜歡 這一件的高零它是比較這種 薄薄透透的 有點造型感 大概是脖子的一半 所以很舒服 不會累脖子 然後裡面其實是這樣 背心仰裝 網紗的 裡面配著一個舒服的褲子 欸我真的意外滿喜歡這套的 因為剛才看它拿完 所以我想說 好像不是我的菜 但是也完全可以啊 喜歡 喜歡 怎麼樣妳覺得哪一套最好看 我選第一吧 妳選第一套? 嗯 但我還竟然自己喜歡這套耶 我真的選 我覺得很有趣 第一套跟第二套我也很喜歡 但是第一套 第二套是 我好像已經有了 很常一會的風格 對 我好像也是 店員幫我搭的這三套 就穿完了 然後我現在想要自己搭 有興趣的一套 第四套 我自己搭了一套 就是我剛才說門口這個 非常可愛的 粉紅色的紗質背心 真的好可愛喔 真的好可愛喔 很粉色很可愛 好可愛耶 而且這個房我覺得不會太可愛 不是那種糖果粉 肉肉淡淡的很漂亮 然後裡面我就配了一個 終於不是高齡了 我換了一個比較高一點的圓領 這套我很喜歡 然後一定要配剛剛這個帽子 但這個紗的肩帶強度是不可以調整的 下身配了一個工裝裙 薄的那種 也是我覺得一年四季都穿得到的 這腰帶很特別 這種扣環式的 今年很流行耶 除了這個紗之外啊 其他單品是就是今年很流行的 這種標準的工裝風 但是 配上這個紗 是不是很有亮點 比較可愛一點的工裝風 最後一套 天啊 這套一定要買耶 這套好可怕喔 我要把它賣成第一名了 謝謝 因為呢 他們這裡也有賣男裝 然後我剛才就看到這個男裝的背心 想說 嗯?我覺得不錯喔 很挺然後又長 版型也很好看 比較不會是 女生有的那種版型 就是很大件很鬆垮的那種 然後我裡面配了一個 女裝的格子襯衫 因為我最近就想找這種 春夏秋冬都可以穿的格紋襯衫 這個顏色我很喜歡 就是有點灰藍灰藍 不會太無聊的 然後又配著這個帽子 很喜歡 這個靴子也是店裡面的 裙子跟剛才是同一件工裝裙 配這個包包 怕冷的人 裡面可以搭發熱衣或是高領 大家知道什麼必買了吧 帽子 我們都喜歡這個奶茶 雖然那個黑色很像Snowbee 但是我們覺得奶茶是最可愛的 這套我要 這一件的版型是比較硬一些的 你可以感覺到出來它很硬挺有沒有 哦真的耶 我覺得如果股價很小的人可能不太適合 怕你撐不起來 但是高個我很推薦哦 160以上的人都蠻適合的 OK 那我就這樣離開 哈哈哈哈 好可愛 直接換一口 我血拼完了 因為我折扣的關係 所以我折一整袋大概 4500元左右 因為我是來門市買 那如果看影片的大家想在網站上面買也OK 大家可以點在下方資訊欄 一樣有優惠 直到12月29號大家可以保護一下 好 出發 你看他也一袋 啊我現在很渴 我現在一定要買東西喝 剛才在裡面逛逛逛 然後就有一個 這邊的員工 威秀的員工 他就說 Gini 有機會可以合作 就好 好開心哦 趕恩趕恩 哇那個好可愛 對啊 我也覺得這件好可愛 怎麼這麼可愛 這是iPad的包包耶 好可愛 欸有筆電的嗎 有欸 蛤 我 先一天才買了的說 我後悔了 我應該來這裡買的 很可愛 大家可以買這個 300多塊完全可以耶 300多塊完全可以 好難過 還是再買一個 喂 然後 因為這個月就是我最喜歡的聖誕節 然後我也有在我的IG說 我這個月呢 要好好的 多送禮物給大家 所以這支影片我想要 拖出幾位新聞 然後可以送一些東西 譬如說 剛剛Queenshop的衣服 這個好像是不是也可以來一個 很可愛 好 那我買這個給大家 天啊 這裡大到我有點驚訝耶 很像國外的百貨公司 才會有的這種佔地 哇 我最喜歡的聖誕樹 天啊 芋龍城太漂亮了吧 芋龍城太漂亮了吧 這支不是芋龍城的業配喔 我覺得這裡有一種 韓國百貨公司的錯覺 然後這個聖誕樹也非常的有質感 好喜歡喔 我的天啊 我們現在來五樓繼續逛 然後我終於買到 硬咖啡的 抹茶拿鐵 歡迎美奶 好喝好喝 這一層我沒有特別想過 但是 它已淪陷 它已淪陷這個 角落生物 怎麼這麼可愛啊 它的真名叫做 蜥蜴問號 其實它真實的那個身分是恐龍 但是因為它不想讓人家知道它是恐龍 所以它才偽裝它是蜥蜴 所以它錯號叫龍龍 原來是我自己說它是龍龍 我傻眼 我以為是它真的叫龍龍啊 沒有它的名字叫 蜥蜴問號是不是 對 我現在在四樓 然後我看到一個我想逛的 飾品店 之前不是聯名嗎 然後我有一個很喜歡的 聯名小花款耳環 掉一邊了 所以我想把它買回來 一個找到了就是這款 然後我的粉紅色還安然無恙 但是綠色騎機車大安全帽摘的時候掉了 我不曉得 應該是那時候可以到的 因為回來就不見了 聯名款的戒指唷 這裡還買得到現貨現貨各位 因為剛好前幾天有網友問我說 那個小花耳環還買不買得到 我就貼官網給它 結果官網上面已經沒有貨了 但這裡有喔 我現在要拍給它看 好像乖乖的 好像一隻 這幅好漂亮喔 我的菜耶 金色鏈子 然後配一些好像那個小水晶的感覺 六百五 它上面是天然淡水珍珠 黑 銅 這個也很漂亮 而且它這樣子看 這整個很 閃閃閃閃閃到不行的嗎 很美耶 還是我就先多買 然後再挑一條送給大家 是不是可以 好可愛 耶 飾品結帳 然後扣掉剛剛我說要送大家的禮物 我這邊花了713塊 粉紅色很漂亮耶 對啊 遠遠的看到 很可愛耶 你好 很嫩的那種春天的粉紅色 很可愛 但是尺寸不對 然後也沒有更小的尺寸了 好可惜沒有我的尺寸了 它只剩下二四半之後的尺寸 Cover的旁邊是 尺寶貝勒 尺寶貝勒 尺寶貝勒也是我每次逛街 必逛的品牌之一喔 是AEU 看了心情就好好 AEU同款一定要看一下 我的菜 粉粉紫紫紫的毛毛衣 這雙也是時髦時髦的喔 這個奶油色很漂亮耶 這個黃不會太黃 而且這個是這個的耶 擠皮的 我有這雙跟大家推薦 潮潮的這雙 完了我現在真的看什麼都粉紅色的 自從做了那個色彩鑑定之後 我好喜歡粉紅色喔 這個帽型是那種比較扁的 不太適合我對不對 太扁了 它材質很特別是毛巾布的那種 二樓一下來呢就看到 也是我喜歡逛的 WAKENZA的飾品店 他們家很多耳夾款式 所以沒有耳洞的人很適合喔 小華麗耶 欸我喜歡這種 哇很多這種的耶 看有點鬆 這一種沒辦法調就很看緣分了 這種就是我的菜啊 立體花朵的感覺 哇這個是一黑一白的 珍珠感的愛心洞洞款 這個我喜歡 這個很漂亮 這也是我的菜 貝殼透透水晶款的那種感覺 這一家的風格跟剛才的那個 BONNY&RE比起來的話 再更成熟 小姐姐風一些些這樣 比較多珍珠 比較多垂坠感的 這個也很好看耶 銀色款 請問我還剩多少錢可以花啊? 剛剛好像才5200 我還有800也可以花 沒錯 哇好看咧 他們家有髮圈 銀色絲謀環 比較復古耶 嗯 感覺我要 Disco 玉龍城真的很好掛 而且很舒服 二樓這一家 Studio Kolik 它是賣很多日系風格的雜貨 盤子啊 碗啊 我之前在這一家的分店買了一雙筷子 哇這個貓咪杯很漂亮耶 好可愛喔 很漂亮喔 很有質感 我之前買這雙筷子 呵呵呵 啊這個很可愛耶 蠻喜歡的 我想說順便看一下我跟我朋友約要那個 聖誕節交換禮物 買浴巾 我覺得非常實用 然後因為我剛好最近自己也想換 我想換那種有抗菌效果的 然後這個上面有寫 但是我今天的扣打要沒了 這個是送朋友的 所以不算扣打 我剛才花了五千二 然後加那個耳環的話 七百 七百 五千九耶 對啊 滿滿的五千九耶 好啦好啦 那這個就是要送朋友的 我剛才把他離開了 但是我看到這個 手機殼太可愛了 我很喜歡這一家 好可愛喔 這個好可愛喔 它把它變成人家的愛心 這是行動電影嗎? 嗯 怎麼那麼輕 它是行動電影 行動電影 的殼? 對 它只有殼而已 哦 所以是比較輕 原來 想說你太輕了吧 這麼輕我一定要買 真的很輕 好啦我們全部逛完了 這裡真的太好逛了 下次可以再來 很喜歡耶 是吧 然後我們現在要去拿我們的 戰利品 因為真的太重了 所以我們剛才找了置物櫃 一樓大家可以找 屏幕宣言的旁邊有置物櫃 可以分東西 這裡連服務台都做的很有質感 對 好啦 那今天的影片就到這裡囉 今天挑戰成功 在玉龍城花了 六千 真的差一點點就要破表了 那今天的餐前算在你身上 喂 嘿嘿嘿 行動 好啦 那今天的影片就到這裡囉 如果大家喜歡的話 記得按喜歡 還有訂閱我的朋友 追蹤會員 這邊是我的IG跟臉書 也記得趕快的追蹤 那我們就過底天 下次見 掰掰 我要不在這裡拍武俠片 這裡風有一點太大了呀